能受到保,既是利他,更是利己,到最后,都能受到有效的保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接通,今天最后一位观众的电话 喂,喂,喂,您好,喂,请讲 我是你们今天世界的观众呀,有个事情我想说说 那个不忘做的女的就是一个小三,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 她的爱好呢,就是挑衅男人,连她的老板都挑衅 这样的人,你说能忘做吗 喂,还真是挺让人意外的 这么听起来,刚才这位女士和墨静姐的生活当中似乎是认识 昨天在公共汽车上,我很失态 我应该给那位老人家上坐 我太放纵自己了 我愿意通过这个机会,向那位老人家道歉 也请大家原谅 可我没挑衅那位老人家 你只是当时的一时气话 真的 太好了姐姐,谢谢 喂,谢谢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还没到 堵车 行,你别过来了 直接去二十三中,知道地方吧 知道了 二墨静姐在这儿 赶紧的别让我都离开 我们在想想,你们也在想想 沈总,今天怎么没有见到叶小姐呢 小姐已经离开公司了 哈哈哈哈 薇耶已经离开公司了 谁开的电视 老板我开的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蓝球姐这事,社会影响那么大 我不是关心 怕这事连累到咱们公司吗 我表哥人喝好了 让他陪你喝杯东西 表示感谢 我走了 表哥 谢了 昨天我也在公交车上 真够有创名 让他坐这儿 哈哈哈哈 怎么称呼你 欣逸 在观察上打人的是你吧 嘿嘿 跟你一样,被逼无奈 你也在 往上还有人说你像明星呢 那也只能言反吧 没错,女特务神的 你在哪上班 我刚辞职 我也是 咱们四兄大道 抢银行去吧 不上班的感觉真好啊 不好 欠的债呢 欠人多少钱 六百万 六十万 六万 你这么能到家 雇女多了 雇 我 当宝不要 你一个坐公交车的 能怕多少钱雇 我只需要你一个星期 我可以住五万块钱雇你 我没骗你 你要想只有一个 我可以住五万块钱雇你 我的事情 对谁也不能说 咱们能不能不为了几千万的差距 就跟Mr.Stone 把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给耽误了 我怕夜长很多 那好 按他们订了价再出份合同 唐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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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私人理财 来 主卡名 沈刘叔 付卡名 莫小语 沈太太 您看这三块表 您喜欢哪块 单看我一块都不想买 三块放一块 我快快都想买 就能把我这店子的表 就都买了 那您也买得起呀 那倒是 我们家老舍一定喜欢中间这一块 演读就这块表柜 他肯定喜欢 和表包在一块包漂亮一点好嘞 来杯咖啡 来杯咖啡 沈太太 您这张卡刷不过去 换一句好 得嘞 沈太太 您得给银行打个电话 好像的卡 全都被停了 请您收好这贺卡 是 这是教育的缺失 但是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 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 毫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一切 要求 孩子当然把自己 设为中心了 缺乏社会责任 是不是还不对呀 那个 张老师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主要是讲叶兰秋这件事 所以您您不是他的班主任吗 中学的班主任 是吧 您就跟我们多聊聊他 比如他在中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 跟同学相处的怎么 成绩是蛮好的 但是 这个道德 品质方面 当然 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 我也很吃惊 那那个 张老师 那我听您的意思吧 就是 也就是说咱们学校 一直是以这个叶兰秋为骄傲的 对吧 以前是这样 从今天往后 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感到耻辱 是这样的 真挺着急的 抱歉 我走了 你明天可以做给别人 可你房租这个年底了呀 喂 叶小姐 您还在哪里吗 喂 喂 嗯 要不我把房租催给你 不要催 你要不帮我交你电话费吧 我要好多家具和媳妇我都不要了 你要要紧要不要救出救出站吧 救出站要是不收 那您愿意我给谁 随便你给谁 对不起啊 电视上的事不要往心里去啊 严小姐 没有 没有 烦斑钥匙我快递给您 谢谢啊 再见 小姨 把你手机拿来我用 现在 哎 那你电话 你好 这里是今日事件栏目组 请留言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恨我的 我错了 可你没给我表达歉意的机会 你把我的卡给停了 本来我是想给你去买块表的 听明白了 你的歉意我买单 可你要知道 我的钱不是你想花就能花的 对不起 你知道他们公司当时上市的时候 什么项目最抓眼球 嗯 全球最优秀人才计划 一个培养全球优秀人才的公司 董事长的女秘书居然这么累 不觉得有点讽刺吗 有点南辕北辙挂羊头卖狗肉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项目 我要能把这些搞清楚 就可能真是个大行为 是老板 有我这样的老板吗 员工辞职了都不跟老板说一声 看来咱俩买房真是一个遥远的梦 你小看我 哎 我先买房再娶你 那你还是先娶我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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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让做的就是一个小三 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 不让座的不让座的不让座 你放得上逃逸这老爷子吗 从今天往后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赶到持人 经证实 他叫叶兰秋 他就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连他们的老板的人都说你是个大美女 还不让座 太刺激了 太大缺了 不是 所以 kg 文章在网上刚刚出来 短短的十几分钟 转发进签 评论稍晚 这个叫陈若曦的 是不是就是那个报道 小叶不让做那件事的记者 是 在那个栏目组里有个记者 竟然是我的小叶同学 叫杨佳琪 发小 没错 在跟死痛谈判的这个结果也伤 出这样的事 我觉得有点怪 不怪 这证明咱们公司太成功了 但是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老板 就就没有捍卫自己隐私的权利吗 就就因为我捍卫了自己的隐私权 就遭到这样的谩骂无限 公平吗 你也算他 王渝 你现在就跟你同学打电话 就说有个大胆 约他面谈 他要是问我 在哪家公司工作 我怎么说呀 叶兰丘的同事 沈流叔的二蜜 咖啡不来吗 再给死痛打一电话 说服他 把明天的晚宴改到今晚 叫赵布兰 你现在小妹眼吧 外号小妹眼 不 你等一下 你刚刚说什么 是叶兰丘的 我是沈流叔的二蜜 杨佳琪 我给你接了一笔大胆 二蜜 我现在就得着你去 这是你的银行账号吧 是 这钱是汇给你的吧 是 你收了吗 我收了 有人接近你 这笔钱 是你向对方额外索要的 简军就是你 唐小花 什么情况 我们要跟陈若曦做个游戏 用我哥哥的公司 通过杨佳琪 去做个宣传片吧 让陈若曦过一手 老板 杨佳琪我已经联系上了 跟斯敦的晚宴 别改到今天 喂 沈代代找来找得好 辛苦了 有事说事少来这一套 今天晚上 有个重要的宴会 没心情 今儿晚上不能没有你 那我要是就是不去呢 你可别后悔啊 我可邀请你了 六点半 咱家会再见 给我来个漂亮的发型 嗯